黃龍上將是Rubick 動畫英雄 這系馬來了香港雖然不算很長時間 幾貴左右 但成績都穩定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佳應精神就贏了馬 另外有力上季打開勝利之門之後 今季上到名 繼續得到 另外喜遇寶就比較失望 上季來到香港初期跑得不錯 但到現在好像跌了屁 動畫英雄自己是Ancosta de Lago 紙字 伏役時在澳洲集中贏短途賽 贏過三場賽事 贏馬途程是1000米和1100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二級賽 在2014年在巧菲爾德馬場贏過史利士錦標 至於黃龍上將的武士 Sweet Cry 街頭口號的女兒 沒有上陣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大部分成員都比較早熟 這個武線家族近代出過兩匹 比較厲害的總馬 一匹是Snitzel 另一匹是美麗小島 Hinchinbrook 都是生產短途馬比較多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這羹黃龍上將 看來會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黃龍上將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維多利亞州 即是維省 上陣四次的 贏過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 屠程一次是1100米 另一次是1206米 兩次贏馬 都是左轉賽道的草地賽事 右轉賽道的賽事 直路賽 膠沙地賽 全部都沒有跑過 高柏新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一出即勝馬就沒有 但初出上到名的馬 有一匹 那匹就是真感 加州得力的符 Deepfield 遙遠升空 這羹馬 現在香港是隻手可熱 大族之一 來了香港短短幾季 成績大爆發 今季開季到現在為止 成績仍然很好 贏過馬的馬 有幸運旅程 對行之星 和轉星號場 高班的顯心星 和中華城景 亦上過名 這羹馬的指示 大部分都是比較早熟 跑短途賽速度 泥地賽性能亦很好 而且有不少成員 初出在香港的第一仗 都已經跑得很好 至於加州得力的武 兩歲時在南澳洲 贏過一場一千位的短途賽 亦在兩項三級賽上名 武線加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少數能夠贏到一里或二上 大部分的成員都比較早熟 所以看完父母兩線 這羹加州得力 看來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加州得力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悉尼上鎮兩次 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那一仗是千一米的草地賽 跑右轉賽道 在和域園馬場 直路賽和交沙地賽 他未參加過 高東尼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四匹 他們是年年有型 讓愛高飛 時時歡呼 和電路九號 但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見到有高東尼馬房的初出馬 是贏馬或上名的 加州得力 去年2021年12月8日的時候 在澳洲悉尼的和域園馬場 贏過一場千一米的賽事 這場賽事是他初次上陣的賽事 是一場兩歲的處女馬賽 鏡頭看到 加州是塞爾納黃紅角 半衣是加州得力 守在內蘭位置 當時的騎士是麥維海 而這場賽事是兩歲的處女馬賽 雖然入直路在內蘭 夠位不夠位之間 但是去到賽事的最後段的時候 找到條路衝上來不僅僅 而且加速力都頗強 一個就過了對手 這場賽事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三名那一部分 之後在肯德伯利馬場 贏到一場賽事 星雲浩騰的Ferberlado 比力多 這是馬暫時比較新 成員青春向前 光明先驅和勝利同盟 暫時都沒有什麼成績交出來 比力多自己 是Lupi de Viga 戲劇泰斗的紙字 服役的時候 在英國贏過五場頭馬 由1200米贏到1600米 最高競賽成贏過一級賽 在2016年的時候 在英國紐伯利馬場贏過 樂景傑錦標 至於星雲浩騰的舞 是 Evra的女兒 上陣舞上的名字 舞仙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有飲食知識和傑作 在香港都是贏短路程的賽事 但其他的成員 其實很多都要一里或以上才適合跑 甚至有些會贏到2100 2500米 所以先看父母兩線 這群星雲浩騰看起來不像純短圖馬 跑下去中距離賽應該適合他發揮 星雲浩騰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上過五次贏過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 一截是1200米 一截是1400米 兩次贏馬都是左轉賽道的草地賽事 右轉賽道的賽事 直路賽、膠沙地賽全部都未跑過 葉楚航馬房的初出馬 上規初出即食馬有1匹 那匹是燈膽油